社群长辈开心的参与带动唱 一系列的安老生活影法艺术陪伴课程 首场在智慧里民活动中心登场 为了鼓励长辈走出来活动与学习 基隆社大老师带领影法艺术乐活社的学员们 教导长辈艺术创作 做出属于自己风格的基隆小调室 现场包括基隆社大校长蔡素贞 市议员何淑萍 韩世玉 信义区区长吴小慧都到场共襄盛举 非常好 因为我普通的时候都没有做这个运动 这个手部运动 那现在有剩这个机会 可以认识禅劳的话 又可以做这个 等一下还有基隆的小调室 非常开心 很多的那个课程 然后他们会带动到我们社区来 那我们社区就经常有很多的长者来 那学习的很快乐 然后甚至很多的子女都会感谢我们社区 因为是也是因为社大的关系 社大也给我们很多的课程 这样子 其实我们从 营法艺术师之潘的陪力 那陪伴基隆市这边 针对营法辅疗 培训师之 那最主要我们希望能够用 人家人人 服务基隆人 所以我们培训这样的师之 那他们就要投入社区的照顾跟陪伴 那其实他们在去年已经到各个据点 奥兰中心去做各种艺术辅疗 艺术陪伴 包括跟华山等合作 那我们今年就跟四个曲工所 那第一站就是信义曲工所 会不会希望市政府多多办众活动 希望希望 这样子我也可以出来走动一下 因为我普通的时候 都要带在家里照顾我先生 我就可以趁这个机会 跟我先生拜托再拜托 然后再给我放风一下 对对对 很开心就对了 我带他们要认识这个叫文化创意 所以叫文创嘛 对不对 所以学生上课第一堂课 先看我们基隆市政府的网页第一页 先去认识我们要跟市政府同步啊 所以基隆等于是基隆 基隆等于是基隆 所以呢我们就去设计这样的一个材料 然后呢我们有可爱温柔的海洋 然后呢网住一笼又一笼丰富的渔获 然后呢代表我们基隆这个地方非常的富饶 哎满满的渔获 那其实我们基隆其实现在在65岁以上已经19点多 那悉尼区已经迈入超高龄了 已经超过20% 那么不到10年就10个就有3个 会是65岁以上 也说迎接这样的一个高龄高瘦的浪潮 我想我们基隆要打造一个有爱城市 我想高龄这一环绝对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那也因为这样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社区的一个巡回 让我们各区有参与的这些长者 也能够加入我们影法艺术的种子师资 因为我们其实现在的种子师资 其实也都有一点岁数 所以我们就是以高龄者来陪伴照顾高龄者的概念 那我们希望说各区都有自己的影法艺术师资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长者嘛 所以在带动大家的时候 那个心情就会将心比心 当然我们帮人家的人我们也很快乐 基隆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 借由艺术课程的设计与陪伴 吸引影法族走出来交流快乐学习 打造出健康老化的生活 记者黄志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